大家好,我是F姐 又到了我最喜歡的F姐的喝酒實驗室囉 今天我們要來吃什麼配紅白酒呢? 我真的不知道我要臉色難看還是不難看 因為 來個布丁 布丁配紅白酒,請問誰這樣配啊? 好吧 那竟然呢 也許有人很喜歡啦 布丁理論上它是甜的 上面黑黑這個就是糖 應該是焦糖吧,這一類的東西 這麼甜 好,我試試看 其實不吃不知道,搞不好很喝 可是我覺得有一點害怕 布丁呢 雞蛋布丁雖然聽說沒有雞蛋 可是它其實它的那個奶味很重 焦糖的那個甜味 其實我個人認為它還蠻甜的啦 然後有一點蜂蜜的感覺 那我就試試看白酒囉 那我就試試看白酒囉 我其實 臉色可能不是太好看 我試試看紅酒 我來講評了 之前我還覺得小編蠻會選東西配紅白酒的 今天我不得不臉色難看 可是因為我天生很難臉色難看 好,所以我只能說 本來想說小編呢其實還蠻會選東西讓我配酒的 但是今天我真的是臉色要難看一點 不過我還是這麼和愛可親啦 那我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今天白酒配起來發生的狀況呢是這樣的 布丁它的一個焦糖味 還有它很重的奶香味 把白酒的所有味道都蓋住了 所以我跟在喝水一樣 而且還是有一點苦的水 所以它是完全不合的 像這種甜的東西呢 類似有糖類的有奶味的呢 我建議你們可以配 Moscato的甜氣泡酒 至於紅酒呢那不要說了啦 紅酒配上了這麼甜跟這麼奶的一個甜食呢 它本身就苦 然後呢有一點鐵鏽味 不管它是怎麼樣的紅酒 雖然我今天用的是Melo 但是它還是 我相信別的紅酒它應該還是會鐵鏽跟苦 所以呢今天這兩款 紅酒白酒 我真的覺得不行 好小編們不要這樣 下次要準備甜的東西 你告訴我好不好 我至少帶個氣泡酒或者是甜酒 好啦那今天我的試吃就到這裡囉 那祝大家喝得愉快 吃甜食不要喝紅白酒 掰掰 會不會再次吃到這塊錢 你們在那邊 吃甜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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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甜食